第十字幕,李宗盛 第十字幕,明天何磊 大家好!我是韜盛 我现在又来到汐止的远雄广场这里了 是说没有想到说汐止这个大都市 它竟然有一个广场可容纳各种连统的 専锁餐饮店在这里 今天会来到这里是因为前阵子有很多人希望说 我可以开始拍一些吃到饱店家 但是说吃吃到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因为最近我们频道经费已经进入赤字化了 今天价位有三种学者 449、59分649分 他现在649他多了三种价值 干杯啤酒比较吓得很大 一杯啤酒而已喔 喝到饱 喝到饱 我拿到这个 OK啊各位 今天为了这个啤酒喝到饱 我还特地坐火车来这边 因为远雄广场他的地理位置 他非常靠近火车站 然后甚至 他就跟火车站黏在一起 哇各位 海鲜盘跟肉款都上来了 那我们先来喝喝看 他这个汤的原味是如何吧 他麻辣锅有一种特别药膳味道 一直让我久久无法忘怀的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完美搭配啊 一个右攻右手的节奏结合在一起 让我好期待等一下涮肉的模样喔 OK啦然后在开始吃之前 我先点一点饮料 还有海鲜吧 是说我看他红虾感觉快要解体了 可能他们保存的方式有关系吧 不管了先下去吧孩子 那接下来算一下 鹅牛 好濃 為什麼這個口感吃起來有點像安格斯牛肉的 我來看一下 我剛剛好像吃到雙醬牛了 那不是和牛 它雙醬牛肉在7分熟的狀況咬起來 是十分帶有一點嚼勁吧 它這個和牛吃起來 我感受到它肉片上有富有滿滿的油脂 它只有口感的部分是不錯的 基本上這個肉沒有什麼味道 那我們先吃吃看干貝 算是說它這個干貝是組合出來的海鮮啦 但是整體來說它的味道我很喜歡啦 接下來吃吃看雕魚片 非常的 臭臭鍋的結雕魚片 天使紅蝦 它天使紅蝦會幫我把背剪開啦 可是說它這個肉框好像一剝開就感覺到肉有點爛爛了 再來吃吃吃看期待已久的古班蝦 給各位看一下 比起剛剛的天使紅蝦好很多啊 比起剛剛的天使紅蝦好很多啊 可是我剛剛不小心連著啤酒一起點了差不多 20隻紅蝦欸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白蝦 來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白蝦蝦肉的狀況吃起來跟我上次在想吃天堂吃到還蠻 那接下來我們來喝喝看 微金生啤酒吧 整體來說 微金啤酒它小麥味好重喔 它小麥味好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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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來算算看牛五花吧 chilling 可惜 喝完 滿嘴的牛油味所以 好舒服喔 不行了 我還有再來點啤酒 我們來喝喝看,巴畢爾如何呢? 完蛋了,我怎麼突然覺得燕金啤酒反而比較好喝? 因為燕金啤酒剛剛有很濃厚的小麥味 它會刷金米舌頭的感覺 吹下去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點的肉片跟海鮮應該是把剩下沒有點到都點完了 然後至於剩下的扣打我打算都留給我喜歡的東西 那就是扇貝 它一份扇貝是四個,我們一次給它點十二份下去吧 不要客氣啊 來,我們後面再加點這些東西給各位看一下 感覺我們蝦子也煮得差不多了 來吧,孩子 天啊,我剛剛蝦子好像煮太多隻了 我手上的盤子跟碗都裝不下它們耶 我手上的盤子跟碗都裝不下它們耶 各位,我剛剛吃到有隻紅蝦裡面的藏泥 好,我剛剛點的啤酒也來 趕快喝一口 解除那個噁心的感覺 雖然說他們紅蝦品質可能沒有到很好喔 可是整體來說,我還是覺得很棒啊 那等一下我旁邊已經有兩座肉塔在等著我了 幫忙吃飯 一邊拍好幾道 那天啊 有些幾道 九尾 二次 八尾 七尾 一些兩岡 OK啦 那我們那一組東西就煮下去了 我們繼續吃眼前的海鮮吧 來吧 一次吃四顆干貝柱 雖然說它這干貝柱是合成的干貝柱 但是 我超愛的 緊接著我們開始狂吞天使紅蝦吧 給各位看一下 我吃到一個有紅寶石的紅蝦欸 哇 接下來我們再吃五顆干貝柱嗎 現在已經距離我們可以最後點菜時間五分鐘了 那最後加點就是和牛先來個十份好了 三倍注再來個十份40顆吧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點個啤酒把它喝到爆好不好 五罐會不會太多 就用這些來結束最後一回合吧 那剛剛這些耐煮的東西應該都可以吃了吧 我們把它撈起來吧 滿滿的牛雜 還有滿滿海鮮 感覺好幸福喔 然後剛剛最後加點東西都到了 然後剛剛最後加點東西都到了 那我們把這滿桌的海鮮全部都丟下去吧 喔 呀 南小卦 Autor 饼 你的顾便流 不要 乱饿抹 饼 饼 一股 鱼 鱼 鱼 鲁 鱼 鱼 感覺就是很一般的花枝丸 再吃吃看手工花枝丸 就是墨魚丸它本身的味道是比較甜 然後手工花枝丸的話就是比較偏鹹 慢慢放一點 然後用來吃吃看就很舒服 要感覺很香 很香 叫我喝吧 這很香 感覺很香 所以會喝到廚房的汁 比了一把茶餐的味道 比較好 猶豫吃起來就是非常中規中矩了 剛剛點的魚片 也吃不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乳大腸吧 它的牛腸好嫩喔 嗯 鑫子 敬各位 是說各位啊 我現在撈蒙古鍋才發現說 好像稍早我們有丟下蛤蜊下去煮呢 給各位看一下 蛤蜊 它整個蒙古湯味道都煮到蛤蜊裡面 咬下去好讓人驚豔喔 有一點乾脆啊 反正是剛剛的雞腿贏過了它的口感 那接下來我們開啟吞食模式 來吞食面前的海鮮跟肉吧 再說一次 卵黄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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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吃完眼前的东西了 我们这把剩下还没有煮的东西全部煮下去吧 各位天哪 我们现在吃一吃它上面的水管开始漏水下来 那最后我们换的位置 我们开始来吞食和牛吧 来吧孩子 吹下去 然后在旁边沸腾的锅子里我们加下了刚刚还没有煮的肉吧 现在我们分别加下来是羊肉跟嫩煎牛 好厚 口感整体起来相对嫩很多 而且也有牛肉香味了 接下来我们来吃吃看羊肉片如何吧 这个羊肉整体来说口感还蛮嫩的 但是说它缺少羊烧味 对哦 对 看它肉水比较不好而已 看它这个 诶 不用这么客气啊 对对对 我知道遇到肉水绝对不是店家的问题 因为他们也是跟远雄广场租这个地方营业而已 iyas 噢 小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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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身 上面蟹索 1-4身 都被里面比起 油 被人耐用 再一次 再次逐渣 再次逐渣 可以了 再次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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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啦各位 我们终于吃完所有的虾子 好满足喔 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做结尾吧 各位 今天肉片除了和牛之外 我都觉得还蛮好吃的 虽然说它640几元 这个套餐它主打的就是说 和牛吃到饱 但是各位如果长期有在看吃播影片 或者说肉类介绍影片的话 你们也知道和牛它有分很多的等级 今天来到这边吃和牛 我觉得等级应该算是 有那么一点点比较低的等级和牛 干干彩彩 没有什么油脂的感觉 还有各位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一直敲碗 叫我来这边吃小朋友 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心意了 那等一下我要准备回去休息了 我们下个影片见喔 拜拜